人民公正党柔佛巴西古当区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星期三因为发表了乌董领导层应该洗牌 甚至建议乌统主席拿都斯里阿末扎西退位让衔 引起了蓝眼的高度关注 昨天建议对方不要插手其他政党事务的 公正党宣传主任兼通讯部部长法米表示 蓝眼还没对此开会讨论 哈山卡林是否会受到纪律处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adi saya memaklum pandangkan beliau sekiranya parti ada membuat apa-apa keputusan kita serah kepada parti 面对法米的这番言论 Hassan Kaling透过面子书发文 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 接受一切处分 就算是被开除党籍 也无所畏惧 他在文中指出 他理解法米身为 团结政府发言人的立场 因此不会对这番言论感到冒犯 Hassan Kaling还声称 这是他从政46年以来 第一次因为表达观点而被训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